反正就是反正我們就想要讓大家知道這個到底國進計劃董事長明天都在幹什麼事情 這感覺叫做好 因為我們現在有50個觀眾嘛 然後就是也算是對投資人的一種負責嘛 讓他們知道說他們投資那個錢然後我自己的東西大概我都在做什麼樣的事 對對就是對反正就是以前就是就面試或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會錄影 對那現在是想說升級成全面不見到直播 所以如果用電腦直播的話這個應該很難四處帶來帶去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個反正就是準備開始這個計劃 然後這個這只是一個小的環節 就我是指說就是就之後如果很全面的話就是可能就再想辦法克服那些技術的問題 對反正二四角的直播這件事情應該以現在的科技也不是那麼困難 對然後我們只是說我們先用自己的設備先 我能播多少播多少 因為反正我們現在還能開始刷那個連續直播多少天 所以譬如說還不至於會有那個什麼啊中斷就很可惜 嗯嗯嗯 我們只是說先開始有這個就是直播的這個試行階段 譬如說試試看說我們就是來賣相二的視角的直播 以後就是就變成就是全面直播 我直接幫你發一個文要不要在那個 可以啊可以啊 然後說現在來直播然後貼這邊 都可以隨便就是對反正我們就試行看看 對就是試行直播對 對然後就是這我們剛剛講到哪邊 怎麼看帶人體很脆弱 啊對啊對啊就是人的身體很脆弱 就是說你這個受傷的就會不舒服 然後還需要醫治 就是說如果你受傷不治療的話 其實就還是會死嘛就是 只是現在的醫學都比較先進一點 對就是但是簡單來說就是人的身體是一個 嗯就是蠻啊不能說蠻容易 但容不容易見了見了反正就很脆弱嘛 反正就是說你假如遇到一些重疾什麼的就不行了嘛 就像最近地震嘛你震一下然後從什麼那個樓塌了什麼就不行了嘛 就是所以我說就很容易就不行了 但我覺得這反而是在這應該我覺得這個想法不是在我這個工作之前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我小時候覺得只是被敲一下應該還好吧 但是就是你就會慢慢從你的生活日常會發現 你只是敲一下你的骨頭可能就碎了 所以就是所以你會拿鐵錘這樣摳敲自己 不會但我是一個很容易就是動撞心 你都自己撞到啊就啊好痛 你就會有一個什麼很痛的 所以就是我覺得就是會從這種日常生活就會突然發現 其實沒有我自己身體沒有我想要做那麼好用 或是就是我會看這個生活裡面想說 欸就是這樣子就會死掉嘛 但是就是人體是真的一個非常脆弱的蟲 對所以大家喜歡看科幻片之類的或武俠小說 因為裡面的人都不會死 他們會受傷但他們都不會死 對就沒有因為說他們因為主角不能死嘛 嗯其實剛才說所有的小說電影都是 反正主角都不會死啊 那你看的時候你就會投射自己是主角嘛 對會以為自己也是 對所以通常你就不會死 你就會覺得很爽嘛 就是 嗯 對 其實這件事也蠻有趣的 有沒有人看小多電影的時候把自己投射成配角 投射成那個壞人被打死的就是 我覺得可能不見得是會選擇那個被打死 因為畫面太少 你要投射配角的話大部分時候根本沒有上鏡嘛 他就只要 我根本沒有辦法知道那個配角的內心在想出 所以就沒有辦法投射這個 比較難 對應該說幾乎沒有辦法 就你要投射你還是要多少知道一點東西 但我覺得如果是 像現在有很多美劇 他是所有的角色刻畫都很深入的 那種我覺得就是 你就可以比較輕易的去投射到配角的角色 會跟戲份多嘛有關嘛 對 如果戲份太少的話還是很困難 就可能要自己老補一些這個人的聲勢 還有跟出現的順序有關 像譬如說天龍八部很難投射到虛擬 因為他太晚出現 哦 那他會先從段譯開始 比如說投射到喬峰 因為天龍八部就有三個出角嘛 對 就是大家的出場順序決定了大家的投射 因為大家一定先投射了一個角色 對 會再去更換自己 對啊 所以會覺得後面出現的是前面的朋友 對 哦 但是如果前面的那個人一直都沒有在出現 然後變成下一個人選的話 那你可能會隨著你看越久的話 你也會慢慢的又把自己再帶入這個型的角色 嗯 對啊 所以確實是有人有成功投射什麼 喬峰嘛 因為就是他出現的時候戲份蠻多的 嗯 然後段譯就消失一段思編 所以 對啊 但我只是說理論上先後也會影響 哦 嗯 但我們重點是就是為什麼人的身體這麼爛嗎 就是那麼難用 為什麼這麼難用 就因為你有發現嘛 很多小時候也有發現 那你沒有去想說為什麼會這麼難用 嗯 但我覺得應該不能夠說是人類的身體很難用 是生物的身體都 身體都 對都會有一定的一些受傷 就地球就很容易死 就是 對你看像植物啊 或是動物啊 其實你要說哪一個是真的很強 都不會死掉都不會受傷 好像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 比起說是人類很脆弱 道路說是生物都很脆弱 但是地球上生物很脆弱 你如果是火星散可能就不脆弱 但有人會覺得那邊沒有生物 呵呵呵 或是我覺得這是相對的啊 說不定 他們相對我們來說是 比較強壯的 可是他們也許 他們自己也會覺得自己是脆弱 如果那你有生物的話 嗯 不好說欸 因為我在思考說 像是 呃 就是 比如說你做夢的時候 但我不確定你有沒有這種經歷 有些人做夢的時候會到外星球旅遊 哦 哈哈 外星球旅遊 就有人可以做夢的時候去別的星球 甚至就什麼 就像銀河系什麼 反正那個就是 就有兩種管道認知銀河系嘛 那種就用望遠鏡啊 去學天文物理嘛 然後的方式嘛 另外一種是有人做夢的時候 就會自己跑過去 就有人會做夢的時候 就自己跳出到奇怪的地方 嗯 然後 就是那個 就會有一些經驗嘛 然後那個 嗯 像古時候的人啊 就什麼中國 其實西方應該也有 反正就會有一些人 就會寫一些紀錄 嗯 然後就在講說欸 我那個 夢到 然後我覺得這個地球宇宙應該長怎樣 哦 但也有錯誤的嘛 像什麼地平說 對 其實地平說現在人 還有捍衛者 還有人在說 對對對對對 還有人在說地平說 說什麼好多個圓盤啊 對 跑到一個平行宇宙啊 對 所以其實你去國際換的線 換過去根本不是換日 你是換到一個圓盤 換了一個圓盤 換了一個圓盤 嗯 去了另一個地方 你也不知道 又很難發現嘛 因為去了另一個地方的話 你角色的那個大同小異的話 就有99%像 你很難覺察到 你說是像是另外一個平行宇宙的改變 對啊對啊 你去到另外一個平行宇宙 你很難發現差別 雖然是有差別 但是這個差異是 不易發現 嗯 所以 嗯 所以這個你 就是說 反正就我只是說 有人就做夢什麼 會夢到自己 然後重點是呢 夢跟現實有一個很大差 是在夢裡了之後你的 那個身體是 就是不太會受傷 嗯 就是夢裡面的身體都 呃 很自由 然後 你要瞬移都很容易做到 哦 穿牆都也是很輕鬆的 但我覺得 欸 因為我的夢的視角 大部分都有一點 偏像是一個 第三人 就是你在看自己 或是 或是我有點不像是一個人 站在那裡 我覺得我有點像是 就是看了這個畫面 然後可能這個畫面會切到下一個畫面去 嗯 或是 呃 或是比方說 我知道我有時候會 因為我知道我在做夢 然後我覺得我在做夢下去 我可能就會遲到了 所以我就會 可能 比如說我知道我在樓梯上 我就往下跳 然後我就會醒來 嗯 就是類似的 那在夢裡面從高處往下 他會醒來 這個應該是共有經驗 真的嗎 就大家都知道這樣會醒來 嗯 就是 呃 我有用過啊 哈哈 對 但是 那個在 我不知道在地球上 從高處往下跳 會不會醒 嗯 應該是 呵呵 他可能會 過世 然後到下一個世界去吧 我想 個體會 可能就是死 就是這個生命 對 就會消失 我說對他自己的感受 沒有 他沒有消失 因為靈魂是不滅的 就是他一定不會消失 只他就不在地球 對 他不在地球的話 這個 其他人的認知是 就是他死了 嗯 我說還在地球會覺得他死了 對 但是他去到另外一個地方 搞定他會說 欸你被救活了 你醒了 所以你要想啊 他這個跳下去的時候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醒過來 嗯 然後他醒過來的時候 那個世界人可能就 其實他本來是在那邊休渴 然後在那邊 有有有 然後給他急救 噢 醒了醒了醒了 然後他在這個世界裡面突然想起來 他還有那邊的世界 然後他還是會往下跳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跑到那邊去這個醒過來 嗯 這好像還是一個想法 但他可能在跳下去的那一刻 跳下去到地板的那段期間應該會 他應該會知道自己很痛 對啊對啊很痛啊 就是有 據說 我說就是會跟做夢不一樣啊 他是感受得到痛 覺得 據說 對對對 據說是會很痛 但是就是 因為不管再痛都是那一瞬間的事 對 就是你就要碰個十秒鐘 碰個 就是 就是你這個 欸看你怎麼死啦 但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 夠高的話可能那個時間就不會太久 嗯 就是反正各種死法 但其實死了痛也不是那個痛 就是 就是我 嗯 就我知道的就是 反正 死亡的痛苦 不是 物理衝擊的痛苦 他會沒感覺 對會沒感覺 像我之前當足球校隊 守門員 然後以前在台大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練球 然後就一個 新來的人又不懂事 然後 就我飛鋪一個球 他直接踢到我頭上 然後我就頭身就被踢爆了 然後我那個就失去意識了 然後就沒有 然後但是 我沒有任何的痛感 然後我真的有 痛絕的時候 已經是我在什麼 台大醫院 然後被急診搶救 那時候還是柯文哲 就是反正 真的 你是被柯文哲搶救 他不是心臟習慣 不是 他是急診室的主任 那時候 那時候是主任 把他排大學生送過來 我被弄爆了 然後 然後他就來看一下 對 反正就我只是說 那時候他還在那邊值班 我說我是那個年代 那久遠 他只是說我很老 太壯大 所以可以慢慢辦 可是他壯大起來也是 所以為什麼他 螢幕自動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曾經壯大的時候 因為當時有一個人 或是有一群人 他們的決策都是非常的先進 然後他們都是有正確的 就是按照他們的心理認為的決策 然後可是等到有一天 就他們很大之後 然後可能那些 就是當年決策很厲害的人 然後就被剷除了 然後被剷除之後 就變成用大腦治理 就換了一批管理層 然後來使用大腦治理之術 然後就會把公司慢慢就是 制保閉嘛 因為大腦是看短期的 就你用大腦治理的話 你就會發生的事情是說 你會為了要讓短期可以賺錢 然後你就會做一些很笨的決策 不過很笨是說 以十年之後看可能很笨 但是你當下不會覺得笨 對 就是說當下會因為大腦 就做了ABCD這些決策 然後可能未來五年都獲利 然後你就自認決策很正確 然後但是其實就是很錯誤 但你不會發現 然後等到十年之後公司不行了 然後你才想說 都是當年決策的錯 對啊那就是 因為你當年就用大腦決策 這錯誤不是天經地義嗎 就是決策錯誤會導致公司失敗 但問題是你用大腦決策 還是你用骰子決策 你用骰子決策的話 至少我自己覺得是不太可能失敗 就是骰子決策 只是會看起來公司好像在風雨飄浪中 這個乘風破浪 然後都很危險 就是什麼那個 但是就只是看起來很危險 就是因為 就是大腦就是會釋放危險信號的東西 就像我想要怎麼說明這個 比如說今天有一隻獅子啊 有一隻獅子在你旁邊 你的大腦會跟你說獅子很危險 但是你的大腦覺得獅子很危險 我們叫悟性了 對我們悟性獅子很危險 其實獅子並不危險 那我意思說就是這個邏輯很相似 就像可能有些人覺得說 公司這個可能那個 就是下個月發不出薪水 就是看一下現在的帳戶的錢 檢查一下計算一下 就發現下個月可能發不出薪水 那他覺得公司很危險 但我會說這就是大腦的計算 但其實公司危不危險 跟這個沒有關 就像我們在那個是什麼時候 2022年嗎 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應該是2022年 2022年大概10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CEO 就我跟你說那個骰三個一點 也骰三個一點的CEO 他因為 反正他那個時候 他就覺得說公司快倒閉了 對然後 然後因為我們公司有養一個 那個靈性療育師 就是有受過專業的這些訓練 然後就是不會亂用大腦做決定的 然後那時候問他意見 要問他 那時候就說應該還好 不要那麼緊張 他說應該沒事 他說他覺得公司還很健康 對然後後來就是果然 就到現在嘛 就至少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從第六年 對那時候是第四年 2022年 反正就從2022的10月到現在 又快要兩年過去了 至少已經過一年多了 那時候他是覺得可能是什麼 半年內會倒 對那但是其實我們就這樣 就過了一年多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其實就是 就他那個是大腦的那個擔心是不必要的 或者說是錯誤的 就他覺得公司會不行 但是公司就是就是沒有那麼不行 就是他認知有錯誤 那我一覺得說用大腦做決策就是很危險 就是說 這樣假設如果那時候都聽他的啊 就是做決策啊 那公司現在應該就 要把它賣掉或是就不存在了 因為像他那時候就主張要裁員嘛 他就想要裁掉某些人 然後我就說如果當年照他的意見裁下去的話 那公司應該就是 就不會犯到現在這樣 我就說就是 也許還會存續啦 因為存續很容易嘛 我把所有員工裁掉嘛 那我不發薪水 就沒有 一定會還是活著嘛 而且何況我們公司 營收都一年六千萬以上嘛 就是我一直說就是 你一個六千萬的營收的公司 你就把員工採到很少人 然後最小化的維持運營 那你一定會賺錢的 就是因為你那個 怎麼講 就是說你只是沒有研發 你只是沒有做新的事情 但是你舊的事情是有基礎的嘛 所以舊的事情會幫你賺錢嘛 但是舊的事情賺的錢一定會越來越少 如果你沒有做新的事情的話 舊的事情賺的錢會越來越少嘛 那到有一天就會不行了 然後所以 所以公司其實 如果要長期可以永續經營 他需要一直有前瞻性的眼光 然後對一些遙遠的未來做投資 做布局 然後需要做很多 是for future 的事 然後你才會有未來 那如果你都是 只想要看當下的損益的話 那就大佬決策嘛 那就短視靜密嘛 那就在敗家嘛 也就是所有的公司 都是曾經有一個人或一群人 然後領導階層 做了很長遠的深謀遠慮的規劃 然後才會讓公司有那個未來 然後但是公司 因為那個未來 導致公司的成長壯大 之後呢就會在某一個時間點 又開始消耗 就是說 有可能有各種原因啦 但反而來說就會開始變成用大腦決策 然後用大腦決策就會不太好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公司從那個就是 就是宇宙計算機降格為人老計算機的時候 然後那就完蛋了 就是但那個完蛋就是 就是只是開始敗家 如果那個公司機業太雄厚了 那就是慢慢敗 慢慢敗 就開始敗敗敗敗敗 到最後就不行了 對 那只是開始敗家而已 對 所以就是 就要小心啦 我的意思說要盛防 就是 就使用人老計算機就是很危險 對啊 就是那 所以我們剛剛才用骰子嘛 因為至少這是一個防止 然後所以這個 我們就用骰子用到現在這樣 對啊 然後 我不知道 感覺妳還蠻能接受這些東西的 妳是自由的 我好像就是真的 我覺得我接受度好像蠻高的 就是 因為我的第一份證職就是在 方國 因為那個下面那兩個是實習的經驗 那妳第一份證職 其實我第一份證職是我現在這個工作 對對對 因為那個是我在學期間的 所以我覺得 然後我慈禧有待過新創公司嗎 就是 我其實覺得 兩種公司的方式 蠻不一樣的 然後我待了這個陣子之後 我覺得 大公司 對我來說 有好有壞 就是第一個是 他們 能夠見識到的一定很多 就我們可能 比如說 很常會出國啊 有出差的機會 嗯 但就是 我覺得新創優點就是 我自己能掌握的事情比較多 然後我們不用 有太多層層的 就像妳說 很常我們會用大腦思考 那就變成說 我們要經過很多層大腦 才可以下一個決定 所以我覺得就是 對新創來說 我覺得好像是一個 會想要嘗試的地方 嗯 所以我覺得 就很自然的能夠接受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來面試之前就是 我就一直在刷一些面試的影片 喔 妳說已經看過了 過去那些紫骰面試的影片 然後我就想 但是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是要去研究那個 怎麼骰出流 還是 我應該要怎麼樣跟你討論說 我如果不是骰到流的話要怎麼辦 對 我就是 但 不是骰到流的話 我也能夠接受這個結果 那這只是代表妳靈魂現在還不想要妳來啊 就是 這個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就是 可以接受這件事情 嗯 那妳有期望什麼薪水嗎 嗯 我自己 的話是 因為我沒有做過這樣子的工作 但是因為我現在的正職的 薪水是我算是蠻滿意的 然後我會有 就是如果真的是 希望中可以拿到跟我現在的薪水一樣的話 我會覺得 是我最理想的狀態 嗯 然後 妳現在是多少 我現在 如果包含獎金的話 大概是 120左右 但不包含獎金的話 大概是80幾 妳說一年 對對對 一年 然後 所以我有稍微想一下 因為我們塞的話是 還有包含點數的 對 獎金 對 那點數獎金 就是 一般都會是開一點 嗯 如果是妳這個幾率大概是1.1萬元 就很刺激啦 就是為什麼 比如說 嗯 什麼 6到12萬之類的 就是 觀眾說想要看多少 什麼說面 就是他們說這樣太高了 要這樣子 對 好 然後滑一下 反正就是說那個 呃 對 就比如說 就可能是什麼 6到12萬之類的 就是 欸這樣算差不多 就底薪 就應該說好 底薪7萬 然後 就是 呃 就是多灑一點多1萬 所以就是7到12萬 就7 8 9 10 11 12 就1點就7萬 嗯 然後6點就12萬 那這樣的話 應該是 呃 7到12 平均是9.5 嗯 那平均9萬有的話 就 欸這樣就跟你現在一樣 就是比你現在還 可能好一點吧 你現在是 你說底薪是多少 因為我底薪 是87 左右 所以這樣是一個月多少 6 7 712 對應該是7 7左右 對啊那 對啊那這樣就是好一點 就你每個領到還略多 嗯 所以 嗯 那也可以嘛 就是反正就是 呃 應該可以 呃應該說如果你覺得 可以的話 就可以塞來看 就是7到12 就是 7到12 欸你會覺得太刺激了 我覺得不用那麼刺激 7到12是 好 我 我現在說你每個月會領到錢 嗯嗯嗯 就是有 至少會領到7萬 嗯 然後根據你的考基分數 嗯嗯 因為考基分數 就是可能會領到 領到最多領到12萬 嗯 對對對 然後就是 嗯 我不會太開心 等一下骰子就我 嗯 不然的話 你是因為覺得說 跟我們那時候 標的不太一樣 還是 對 因為我看到區間是 最多到5萬 但是 嗯 因為我想說 那為什麼5萬5 你也願意來啊 就是我覺得5萬5 是一個 我可以接受最低的 底薪 就是領到這麼多 對但是 呃 理想的狀態的話 會是以 剛剛說的7到12 嗯 然後因為我想說 我想跟你說 如果想到5 或是想到 6萬數之後 可以再跟你討論一次 是啊是啊 可以再討論 所以我就說 我想要先從 我覺得我 就是最期待的行程 可以啊 還是你覺得6到11就可以了 678 90 11就是 對應下來 678 嗯 或者還有另外一個方案 就是說一樣是7到12 嗯 但是那個我們獎金的部分就是 呃 年終再發放 只有那個紙骰的部分 就年終發 就就大家通常是紙骰就下個月發了 對 但我會說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就紙骰的部分變成年終發 對 那當然如果年終公司有賺錢 就可以額外再發額外的 哦 對我現在只是說就是 保發 就你要保14個月嘛 嗯 就是年終保發你的骰子 骰出來的部分 哦 了解 這部分我沒有太大意見 就是獎金什麼時候發 就是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所以你說如果每月能那個保領7萬 你覺得還 你才說保領6萬 你覺得就可以 保領 應該說保領7萬 相當滿意的 相當滿意的單位 OK啊 但是是可以 沒關係啊 反正你就可以篩 所以保領7萬就很不錯啊 因為也許你就很適合我們 可能保領7萬 然後骰子部分年終發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 那什麼時候能來工作 嗯 你們會比較期待 沒有我只是說你自己的規劃 你那邊是離職要多久 我們那邊 因為我現在是快兩年 我們 要預告 對 預告 那可能就是6月1號之類的 對 我說如果是抓整數 抓整數的話 是6月1號過來 對 可能6月1號會比較好 對 好啊好啊 6月1號應該 因為剛好 我們有一個同仁是做到5月1 所以這樣的話 6月1號來的話 等於是就無縫接軌 好 就是 好啊 那我知道 那就當作是6月1號來 然後就照我剛剛講 就是7萬8萬 7萬然後就是額外有1到5 就7、8、9、10、11、12 然後那個獎金的部分就是年中發放 就是每月8、7萬 就照這個來灑 好 就是 好 對 我還有看到你們 有個影片是有一個人拿著1點 他說1點朝上 1點朝上 對 哇你現在也相信這個 太有缺了 我要相信一下他 好 好 沒有問題 哇6點了 太厲害了 我應該要讓那個直播的觀眾也來見面一下 我們這個是絕對沒有舞弊的 哇我嚇死了 就是 我就覺得你會6 就是 你來了之後 沒有我無條件相信這件事情 沒有我就感覺你跟這個很契合 就是 對啊 沒有想到我真的載到6 這個 應該不奇怪啦 我們見多了就不怪 對 就是 因為珍達就是說 從我剛剛跟你聊 我就覺得你對我的公司是很懂的 就是 我也喜歡一些 就你知道 你不是喜歡 你是 你是有經驗的人 對 就是 就我覺得 你知道一些 就是超自然的東西 就你知道那些東西存在 還是我都待在醫院的 醫院已經進了 醫院也是充滿超自然的 沒有啦 我沒有遇到過其實 但就是 我有客戶是 他是一貫道的講師 所以他很喜歡跟我分享的一些 對 就聽多了 就覺得說 嗯就是這樣子 可以接受 沒有我覺得你是相信 你不是可以接受 對 就我覺得你應該是相信這些東西的人 對 好啊 這太太榮幸喔 假日 對 這個 6月 6月見了